主席 謝謝主席,我要請教主委 主委 主委好 吳敦院長真的講過無薪假這個發明可以得到諾貝爾獎嗎? 他真的有這樣講過嗎? 我的理解是有 有 你不覺得太荒唐嗎? 我們有最低工資法 當然 所以只要是上班,只要是在職 就是要給最低工資 這個我們有發布了一個解釋令函 你怎麼可以解釋?你怎麼可以做違法的解釋? 無薪假 他是員工 那這個薪水最低就是,怎麼談判最低也是最低工資 最低也是最低工資 怎麼可以無薪呢? 這就是我們解釋令函的內容啊 是這樣啊 那現在無薪那些都違法都要補啊 不管如何都必須要給到最低工資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發了解釋令函非常清楚 這是我們的立場 那為什麼還有無薪假? 是最 是這個 這個彈性的調整工資 齁 不能說無薪嘛 是怎麼樣來的? 根文報告,無薪假從來都不是法律名詞 在法律上只有所謂的縮短工資 你不要說 違法就是因為 這個法沒有規範 就是因為違背他其他的法 所以當然不是法律名詞啊 但是他的行為很明顯違反最低工資法嘛 沒有 他的行為違反勞基法嘛 最低基本工資我們一定保障 所以不管如何都不能夠違反 最低基本工資的要求 我們老委會有解釋令函 如果違反就是違法 不是啊 那實際上方無薪假的這些廠商的員工 他拿到多少薪水 在無薪假期間他拿到多少薪會報酬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調查到的齁 我在委員隊有一個地方 我解釋清楚跟您報告就是說 基本上縮短工時減少工資 有可能工資會減少 所以他們把它叫做無薪耶 但是不管怎麼減就是一定要高於基本工資 所以他至少還有最低工資的保障收入嘛 是 是 然後再接著下來 好 如果他這個雙方協議 厭在某種條件某種期間之內 這個拿取得 接受這個最低工資的保障 然後透過這個技術性的處理 就是說工時啊等等調整 那這樣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呢 跟委員報告說基本上在勞基法裡面當然是 呃 勞制雙方對於勞動契約 不要講說縮短工時減少工資 即便要終止契約 只要雙方合議都可以終止嘛 現在問題就出在這裡 但是問題重點在於說我們希望勞工的本身的意志是被 問題就出在這個資方的這個資方的一個經濟學裡面就是一個禁止協定 就聯合壟斷了 我通 反正我現在不景氣嘛 所以我所有廠商我都老闆通通一個默契 我就這樣做 他實際上有些 一樣是實施無薪假的 所謂無薪假 所謂無薪假的 他的 公司的狀況 財務的狀況 產銷的狀況 恐怕都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些就 撿便宜啊 搭便車啊 反正你無薪假我無薪假 我多賺一點錢啊 撥些勞工啊 那是因為集體談判 集體談判裡面都是弱勢 那到處都一樣 所以你就不得不 這個就範嘛 這問題就出在這個時候 老委會 你應該出面 不是一個解釋函 保障脆利工資而已 各位報告我沒有出面 因為我沒有深入去了解你們的整個過程 我是發現說 整個經濟秩序 整個勞動倫理 被摧殘到這種地步 不是國家經濟發展 人民這個權益 長期之道 真的是這樣子 那現在台灣已經變相了 這個好意勿勞 搞錢跟做生意 做生意跟生產 已經不見得是一致啊 你看有些廠商 他明明訂單已經少了 明明生產線已經半修狀態了 他股票還是照漲啊 因為他營收報告還那麼好啊 為什麼 因為房金漲下 所以他的原料是黃金 所以他這個 這個估價他的存貨 就增加 所以這個財報也是這個 一個包裹 這個包裹裡面內容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騙社會啊 所以股票是要照漲啊 所以政府應該 政府的經濟應該中立化 市場應該中性化 不要去干預市場 好像說股票上漲 對我就有好處 事業率低呢 對我就有好處 不管事業率高 事業率低 這個市場的影響 那事業率低 我照樣有辦法 讓勞工感受到我幫他服務 讓市場感受到說 我這個經濟治理是有能力的 那讓廠商知道說 長期上 我還是要依靠政府的 所以不是怕 市業率低高的問題 不是怕股票漲點的問題 那漲就好 那這個市業率低就好 那所以就盤門走道路 一些奇奇怪怪的 欺騙自己 最後還是 這個得不償失嘛 所以啊 今天台灣就出在 為什麼這麼亂啊 為什麼這麼嚴重啊 就出在說沒有誠實的人 沒有有信心的人 那為什麼不誠實 為什麼沒有信心 就是因為他本身的能力有問題啊 好 現在這個問這些喔 說實在喔 它是整體的問題啦 好 竟然一個 這個總理級的 這個行政院長 會說出無薪假 是偉大的發明 可以拿諾貝爾獎喔 這種話講出來喔 啊我真的 我真的感到 怎麼講 不要用什麼文字去形容啊 齁 就像這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那個馬總統一上台 發行消費券 還自明得益 好像是他偉大的創建一樣 我說齁 這個經濟制裏沒有墮落 到這種地步的發消費券可以救經濟 到處送紅包就可以發經濟 扛人民之凱就可以 就可以這個 拿這個救經濟 開玩笑嘛 結果現在錢不是泡湯了嗎 好這邊喔 有關外老的管理喔 也是亂成一團了 亂七八糟了 不是只有老委會的問題啦 齁 你相關的部會沒有 這個完整的一個合作的話 你漏洞百出 齁 我這邊一個案例喔 你回去研究一下 齁 這個泰勞 然後這個老闆啊 你也認識啊 你常常找他 要意見啊 齁 他也是這個急功浩義的人 齁 他拿了一張這個 這個 台灣台灣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不起訴處問書 齁 這個泰勞 因為吸食安維他命 所以到地檢署去 然後把他放 他把他 這個 把他放回來 後來他跟老闆講 齁 我沒事啦 我要回 回國了 他就這樣咧 齁 回到泰國去了 然後回到泰國去呢 最近又進來了 齁 你不是犯法嗎 你不是吸食安維他命嗎 你怎麼會 回泰國又回來了呢 結果不久 這個移民署又逮到他了 他改了名字 齁 那透過這個指紋的檢查 逮到了 逮到了 唉唷 又把他遣送出警 又回去了 但回去以後 唉 好 這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時候這個老闆 你認識的 齁 接到剛才我練的這一部 這一封這個不起訴書 他裡面講什麼呢 被告某某某某 因適用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維他命案件 經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一百年度毒生至第293號裁定 裁定送臺灣臺南看守所附設 熱界處所觀察 熱界後任無繼續 無繼續施用毒品的請項 有該所一百年 十月六號 難所能為至第幾號的 韓宋之無繼續施用毒品請項 證明書 復見可擊 所以自因為不起訴診 檢察官不敢偽造文書 但是這個人明明自己跑回泰國去 也沒有接受熱界 所以現在檢察署的檢察官 可以宣判不起訴診 因為他拿到了熱界完成的 沒有繼續施用毒品請項的證明書 那誰偽造文書 在這個過程有兩個刑警 跑到這一家中小企業這一家來 你那個太老呢 我們要抓他呢 你說抓他幹什麼 要送熱界啊 他說他一個禮拜前就回去了 你怎麼可以放他走呢 你們有沒有任何公文書 叫我這個企業主要限制他的自由 所以當然他有回去了 就走走 你手opy回到一個 darle 你才能 Miz 能拏 Reporting 禮拜 你們 你今天 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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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